1999年,一只考古队在安地斯山脉海拔约6700公尺的尤耶亚德火山山顶发现了三具冰冻的干尸,分别是一名6岁女孩和一名7岁男孩,还有一个年龄约13到15岁的女孩是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,人们称之为应家冰少女,因为是在海拔6700公尺的冰层中发现了她,她的身形至今保存完整,身材丰满,好像睡着了一样。 被发现时,这名少女安眠在淘土的墓穴中,肩披灰色披肩,双手放在膝盖上,头向前低垂,四周没有任何的挣扎痕迹,身体上也没有任何勒杀殴打的痕迹,由于是靠极度冷冻保存下来的,女孩的形态和埃及木乃伊有着很大的区别,少女面部保存完好,能够大致看清她的长相,她的头发保存的是最为完好的,专家打算从头发入手寻找女孩的死因。 但少女木乃伊被清理好,专家查看她的手部后发现,虽然避风时间长久,但少女的皮肤依然水嫩,且富有弹性。 突围,专家正通过省CT来查看少女的身体,CT检查结果表明,其内在器官完好无损,大脑也完全未遭损坏,心脏里甚至还有血液。 研究人员通过化验她的头发发现了她死亡的秘密,这名印加女孩被喂食了大量的酒精和骨科液,然后在昏睡中被留在那里作为祭品死去。 考古学家赖因哈德推断,三人当年可能是因为长相俊强而被选中几天,选择孩子作为祭祀品是因为印加人认为孩子最纯洁。 1999年,一支考古队在安地斯山脉海拔约6700公尺的尤耶亚德火山山顶发现了三具冰冻的干尸,分别是一名6岁女孩和一名7岁男孩,还有一个年龄约13到15岁的女孩是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,人们称之为印加冰少女,因为是在海拔6700公尺的冰层中发现了她,她的身形至今保存完整,身材丰满,好像睡着了一样。 被发现时,这名少女安眠在淘土的墓穴中,肩披灰色披肩,双手放在膝盖上,头向前低垂,四周没有任何的挣扎痕迹,身体上也没有任何勒杀殴打的痕迹,由于是靠极度冷冻保存下来的,女孩的形态和埃及木乃伊有着很大的区别。 少女面部保存完好,能够大致看清她的长相,她的头发保存的是最为完好的,专家打算从头发入手寻找女孩的死因。 但少女木乃伊被清理好,专家查看她的手部后发现,虽然避风时间长久,但少女的皮肤依然水嫩,且富有弹性。 突围,专家正通过省CT来查看少女的身体,CT检查结果表明,心内在器官完好无损,大脑也完全未遭损坏,心脏里甚至还有血液。 研究人员通过化验她的头发发现了她死亡的秘密,这名印加女孩被喂食了大量的酒精和骨壳液,然后在昏睡中被留在那里作为祭品死去。 考古学家赖因哈德推断,三人当年可能是因为长相俊强而被选中几天,选择孩子作为祭祀品是因为印加人认为孩子最纯洁。 其懒因音乐部队。 请不吝点赞因此,请不吝点赞因此,请不吝点赞因此赞因此再推断acción。